就腳步調回來了 調回來了 因為我們可能不會再播什麼影片 調回來了 那我要 為什麼要給各位看這個 因為剛剛我們談到一個主題對不對 數學不好 很可能不是因為數學 而是因為 它語文不會 OK 那 所以那個人 那個 Helen博士 為什麼他後來可以變成 醫生和健身博士 因為 他媽媽帶他去讀書版 怎麼這麼簡單 OK 學生開始錄了嗎 知道 所以 閱讀他們認為可以改變 一個人的 整個生命週期 你們都會很重要 但是呢 我最近一直在推一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世界的觀念 其實有很多相同 但是也有很多落差 相同的部分 我也認為閱讀很重要 我認同他的理念 其實我一開始不覺得閱讀那麼重要 他一直講一直講之後 我覺得我認同他的理念 我確定閱讀是蠻重要的 OK 但是 閱讀很重要是不是代表線性代數很重要 這一點我就有所懷疑 對 閱讀很重要 跟線性代數和維持分很重要 這是兩回事 各位覺得閱讀很重要 各位覺得閱讀很重要 那線性代數維持分重要嗎 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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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要不要都學 看未來也想怎麼樣 對 那 那你個人 個人 你個人不想學 你個人不想學現金代數 那你想不想閱讀呢 你覺得閱讀能力對你這麼重要 重要 但是你覺得 線性代數能力對你這麼重要 不重要 這就是我要表達的問題 你覺得 維持分對你這麼重要 也不重要 這就是我要表達的問題 好 今天呢 他們那一代的人 往往覺得 OK 閱讀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呢 英文也很重要 對不對 除了國文以外 英文也很重要 英文確實很重要 我也不否認他的重要性 但是有些人 他就是不想學英文啊 那 如果你這樣子 一直外推的話 你會發現 閱讀很重要 國文很重要 英文也很重要 那西班牙文中重要 一定有些人 覺得西班牙文很重要 那但是你一輩子也 有辦法學幾個語 你有多少力氣 你可以去選用 都有 英文很重要 大家是看到說 OK 英文是開啟全世界知識的 一個世界知識之窗 所以很重要 我們看到 但是有些人 他會覺得說 我根本不想要全世界知識啊 我只要 中文能表達的知識就可以了 對我來講 只要不能翻成中文 不能用中文表達的知識 我就不要看了 對不對 不然我就用Google翻譯 把它翻一下 看一下用 各位覺得 這種想法有錯嗎 不能錯有錯 也不能說全對 對不對 這是每個人立場不同的問題 有些人他的立場就是 我覺得英文重要 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 我老婆就覺得 英文很重要 但是呢 他 他一直覺得很重要 但是他一直 沒有行動去學 為什麼他沒有行動去學 因為他的英文 基礎完全沒有 我老婆是金門高職畢業 他念的是佳聖文 OK 那 他 學校的 學業 不好 但他很努力學習 但他每次都很努力的聽課 老師都覺得 哇這個學生怎麼怎麼辦 都錯在第一排 錯在第一個 然後都一直聽一直聽 然後一直點頭一直點頭 但是呢 最後全班成績最差的也是這一個 全班成績最差的也是這一個 你說這樣的學生 老師 老師到底應該是愛他 還是應該是覺得他很糟糕 糟糕 那 應該是祈禱的就是裝懂 蛤 就是坐在那一排祈禱 裝懂這樣 裝懂 其實他真的覺得他懂 他真的覺得他懂 他真的覺得他懂喔 他每次聽到都覺得他懂 但是呢 回去 人家在念書的時候呢 他從來都沒有 因為他回家就要去下田幫你 幫他做田 也沒有人告訴他說 欸 你今天在學校上課之後呢 你回家應該要復習 不然你考試呢 就不會了 他從來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你覺得他成績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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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好對不對 如果當初他的老師 曾經這樣子跟他講 告訴他說 你要跟你的父母講說 你回家需要花時間 念功課寫功課 他今天或許成績不會是這個樣子 那對他的人生而言 或許會有一個完全不同 但是誓服誓默 真的很難講 如果當那時候 有人這樣跟他講 他搞不好就變成 剛剛的那個黑人醫生 只是他是女生 他如果變成剛剛的那個黑人醫生 他搞不好就會去念博士 但是呢 當他念了博士之後 他可能不會跟我結婚 他的人生從此就完全不一樣 當他念了博士之後 很可能不會跟我結婚 他很可能不會 因為在姐姐的餐廳裡面工作 而碰到一個 從台灣來的 來金門當兵的少衛台長 他就不會因此而認識我 所以我們就不會因此 經過十年之後 終於結婚了 所以的時候有很多意外 甚至如果他今天念了博士班 我會告訴各位 或許是幸運 或許是不幸 幸運的地方是什麼 他得到很多知識 他在學習的過程中 可能得到很多樂趣 可能得到很多他想到的東西 他追求他想到的目標 他可能得到更好的社會地位 可能得到更好的經濟報酬 有可能 但是呢 他薪資也可能因此而提高 但是問題是 他可能因為練了博士班 你知道嗎 女生練了博士班 是一個很兩難的事情 一個女生要練到博士班 如果他不是完全一直很順利的上 他可能到了33歲35歲還在念博士班 當他33歲和35歲還在念博士班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個女生面臨了一個問題 就是拜全女王裡面所探討的那個問題 他到底什麼時候要結婚 OK 他到底什麼時候要去結婚呢 我看到太多的念博士班的女性 她們最後都沒結婚了 為什麼 因為她錯過她人生當中 結婚和生小孩的黃金時期 所以這些女生 念博士班的女性 是不結婚率最高的一群 也就是結婚率最低的一群 而且更糟糕的是 我們的文化體系當中 有那種傾斜式的婚姻現象 來來來 後面的同學通通都看到我這邊來 你一直盯著電腦看真的 讓我覺得 剛剛你們都還沒來 但是呢 你們一來就盯著電腦看 讓我覺得 那你們還是回家看電腦就好了 不要來這邊上這個課 那就真的是讓我覺得浪費生命 我不希望各位浪費生命 好嗎 OK 那如果你真的 真的覺得 欸這個課上的 對你來講 不太有那麼多的用力的話 我建議你 直接 考試的時候記得來 但是其他時候的 你可以選擇 你不小心的時候就不要來 OK 好 那 我們的文化裡面 有一種傾斜式婚姻的現象 有人聽過我講這個嗎 沒有 OK 我記得我在你們的課堂曾經一道過 但是由於我的課堂實在是太混亂了 所以我已經搞不清楚對誰講 傾斜式婚姻是怎麼樣呢 我們的文化裡面有一種就是說 南綱女帝 南尊女卑 的現象 雖然到了現在已經是21世紀 降到2011年 但是這個現象呢 還是存在 而且 我覺得 還算很嚴重 OK 這個現象 就是 男生的學歷 通常要比女生高一點 這個男的 才會去跟那個女的結婚 男生的經濟情況 通常要比女生好一些 這個男生才會去跟那個女生結婚 而且那個女生才會教育這個男生 OK 那男生的身高 通常要比女生高一些 這個男生跟這個女生 走在路上才可以搭配 才不會被人笑說 這個男生怎麼那麼安 那個女生怎麼那麼高 你想想看一個190的女生 跟一個160的男生 結婚的走在一起 你會不會覺得 有點怪怪的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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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可能不會 如果你是那個女生的話 你可能不會 你要多頂修了 走 如果你是那個男生的話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但是呢 有些人的人就會一直覺得 這是個困難 對 這就是傾斜是文明 那我們的刻板觀念裡面都認為 這樣的搭配是合理 是最比較好的 另外 反向的搭配是不好 一個190的女生 配上一個160甚至150的男生 那另外呢 一個所得年收入1000萬的女生 嫁給一個年收入只有20萬的男生 或者一個博士畢業的女生 嫁給一個只有小學成分的男生 我們認為這是違反文化 違反我們的邏輯思考 當他違反我們的文化 違反我們的邏輯思考之後 我們會用異樣的眼光來看這些人 有嗎 你覺得有嗎 這是我們所謂的傾斜是文明 這導致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剛剛我們提到的 博士班的女生在台灣 很容易沒有結婚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女生呢 他們本身或許也有傾斜式的概念 或許沒有 但是別人對他們會有傾斜式的概念 他的父母 會覺得 你念到博士你給我嫁一個小學生 沒辦法接受 父母會反對 很可能會反對 親人可能會反對 當他們走步入禮堂的時候 即使那個男生穿的西裝筆頂 旁邊的人還會議論紛紛說 他的程度只有小學 那這種壓力 會不會造成原本一對家 從此變成原本 所以老師我記得 我幫我報告 高學歷女性跟外國人結婚的比例真的比較多 真的 那這或許有很多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 高學歷的女性通常英文程度比較多 他們有能力跟外國人溝通 所以他嫁外國人的機會也比較多 第二個 高學歷的女性 他們由於在台灣的婚姻市場上 找不到適合的對象 那要嘛就嫁給醫生 要嘛就嫁給博士 他找不到適合的婚姻對象 所以從外國人裡面找 會是一個比較容易解靠的方式 因為就我們的觀念 其實我覺得我們華人的觀念裡面 雖然我們一直覺得 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界 但是當你碰到外國人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他們比較優秀 我們比較低劣的感覺 不會吧 你或許覺得 我完全沒有這種概念 但是 我要告訴你的是 有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認為沒有 但是在你的潛意識裡面 是不是都沒有 這甚至的話 對 外國人比較優秀 我們比較低劣 的這種潛意識 其實已經蠻久 我覺得 即使是我 我本人也覺得 外國人絕對沒有比我們優秀 我們也絕對沒有比較低劣 但是 在我的潛意識裡面 沒有這種東西存在 我不敢保證 你以為有誰敢保證 會給他保證給我 那 所以 高學歷的女性 嫁給外國人的時候 不管那個外國人的學歷 反正我們也不知道她的學歷 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知道那個外國人的學歷 欸 順理成章 不管那個外國人 是只有小學畢業還是怎麼樣 這很奇怪 很奇怪 因為你不知道美國的學歷啊 因為你不知道美國的學歷啊 你搞不清楚他們教育這種話嗎 當你一個 國事的女生 嫁給一個 美國的小學畢業的 美國人的時候 你不覺得那麼突兀 那麼奇怪 不會像說 190跟150的那個搭配一樣 你才能不覺得那麼奇怪 這是為什麼高學歷的一個女生 嫁給外國人 比較多的女生 就我個人的分析了 這樣 了解嗎 OK 所以到底是不是或 以我的老婆而言 我覺得 真的很難講 如果她今天選擇面博士 她今天沒有選擇面博士 她的人生很可能從此不一樣 但是是從此變好 還是從此變不好 沒有人知道 未來的態度總可能 但是很多家長都覺得 但是很多家長都覺得 就是應該念啊 你能念大學就應該去念大學啊 你能念碩士就應該去念碩士啊 你能念博士就應該去念博士啊 我們辛辛苦苦省吃鹼用 打拼賺錢目的是為什麼 就是為了讓你們念書啊 很多家長的概念 很多家長的概念不是這樣 但是當這個概念 登深蒂固的時候 你又發現 它其實造成的問題很大 很大 各位都深受影響 我看過多少同學遭受這樣的困難 然後呢 他從此 學怎麼還學不好 不管是什麼 通通都學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被迫 被迫待在一個他不想待的房間 被迫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被迫學他不想學的東西 被迫上他不想上課 所以 他應該要反叛 對不對 如果今天他是你要 他會跳出來說 我才不要你決定我的人生 我要擁有自己的人生 今天我出來做這件事情的第一件事 我寫了一封很長的英文信給李嘉童的原因 就在這裡 因為他給了我一封很短的英文訊息 我後來寫了一封很長的記憶 我裡面有幾句話我告訴他 It's your game, not my game 那是你的遊戲 不是我的遊戲 It's your life, not my life 那是你的人生 不是我的人生 OK 那我這樣講的時候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 李嘉童伯伯伯 我叫他伯伯 李嘉童伯伯伯 其實我應該叫他李嘉童伯伯伯伯 跟他還七十幾歲 李嘉童伯伯伯伯 李嘉童伯伯伯 李嘉童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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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覺得根本就沒有意義 我不想成為這個結構體的一部份 OK 可以尊重我 OK 我想講的是這件事 為什麼我要一直寫文章去 甚至進入情緒性的攻擊去做這件事情 但其實我一直在控制我的情緒 我一直沒有真正的 以情緒性的反應去攻擊它 雖然我的文理很尖銳 但是最後其實 我的理性麻煩我一直覺得我還是麻煩住 我沒有真的落入情緒性 我一直還是很理性的在跟他們辯論 各位知道嗎辯論是一件 真的很棒的事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是念教大 我們教大有一個 非常 特殊的 活動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我不是變認證 我要講的那個活動是全校性的 不分 不分任何年級 不分任何科系 通通都會參與的活動 如果把它類比到我的學校 就是毛毛蟲 教大的毛毛蟲是怎麼 教大的毛毛蟲比賽是怎麼 教大的毛毛蟲比賽不是校內自己比 他是怎麼比 有沒有人聽過梅竹賽 梅竹賽 沒聽過 這是 只要你唸過教大和清華 你一定會印象深刻的 一個活動 這是什麼意思 從你 一進入大學 開始 各位不是進來之後 隔了沒多久就開始 電話毛蟲 教大的毛蟲是這樣 一進入大學開始 沒隔多久 他就開始 準備梅竹賽 包含 做啦啦隊的做啦啦隊 去比賽的去比賽 開始練習的練習 挑選選手的挑選選手 那通常是二三四年級的選手 但是他會把一些特別優秀的一年級拉進來 因為這樣才會贏 梅竹賽打什麼 我 我們那時候打了十下 十下 包含 足球 籃球 排球 球練我記不得太多了 足球來丟排球 接下來 國辯 國語辯論 OK 國語辯論是 那個三三次的 奧維剛式辯論法 有看過這樣的辯論嗎 OK 那個非常精彩 三三次的奧維剛式辯論法 我覺得那種辯論是一種藝術 非常非常精彩 那我本來對辯論沒有興趣 後來我一個同學郭德文 在梅竹賽的時候就說 因為那同時有好多比賽啊 你就沒辦法說 我既看這個又看那個對不對 那 他就說 我們去看國辯吧 我那時候不算國辯子 我就跟他去看 看完之後我印下這個 我覺得 這種辯論 實在是 我們 人類社會的一種 偉大藝術 我認為 這種辯論是非常了不起 很多人都來這樣的活動 三三次的二二三次辯論法 還有他的規則 他是 就好像你在 奧運的時候去比賽一樣 那種感覺 那 梅竹賽打 很多 很多這樣 最後 梅是誰啊 竹是誰 梅竹賽既然是梅竹 其實只有兩個 兩個 單位 霧打 這個霧打有時候很激烈 甚至 一度打群架 最後被停賽 有時候很激烈 那是誰跟誰打呢 現在方自己要去的那個學校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會 山上 那 所以通常被稱為山後的野人 另外呢 三校的呢 就是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跟清華大學 如果你曾經去過 就是去玩 因為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他的環境 實在是太棒 比起台大棒多了 那台大的野野大道 都是野種樹 沒什麼好看的 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 有三流水 有竹湖 有成風湖 各式各樣的然後現在已經跟科學人區連成一氣 整個全部串起來就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生活環境 唯一 不好的地方就是人口密度 實在是越來越高 所以那個壓力也越來越大 那 梅 就是清華大學 竹湖 就是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的那個福就叫做竹湖 那 梅為什麼是清華大學 因為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叫做梅一齊 他們的校花是梅花 所以你在清華大學你可以走到一個叫做梅園的地方 那個地方非常漂亮 你們喜歡去 你可以坐在一大堆梅花裡面看你的書 那是清華大學 所以我雖然是交通大學的 但是我去清華大學的時間很多 九寶刀也是交通大學 所以 各位有看過他的 七分商大學會嗎 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他的 這個 就是我給李家弄的 一個文章是 新時代一定要跟你們看 好 新時代一定要跟你們看 有沒有 我有給各位看過嗎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文章 OK 所以你有聽到 有印象 你有印象 OK 其他人好像沒印象 注意力有印象嗎 OK 我稍微 簡短的 重複一下 我把刀是交通大管科技 也管理科學行 也就是像我們學校的氣管系一樣 那 九寶刀在念書的時候 成績很差 對 他 他們 的請示被號稱為 交大管科 最爛的請示 那 他的成績很差 差到什麼程度呢 最差的狀況 不是他的線性代數 被當了五次 因此而延避 但是延避其實到最後是他自己的選擇 而不是他背過延避 因為你九寶刀的個性 他會去跟老師談判 你要不要讓我過 OK 所以當他延避的時候 他會直接去跟老師談判 然後他會說 我已經準備好很充分的線性代數 我把整個層都K-LINE 請你考我 如果我考過了 請你讓我過 不要把我當掉 他就做了這樣的事情 OK 那 所以我很欣賞他 而且他很有勇氣 他把線性代數當五次的事情 也給抖得出來 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誰會把自己線性代數當五次的事情抖得出來 但是呢他說他線性代數當五次 機率當了不知道幾次 統計 統計也搞不清楚當了幾次 機率當了兩次 統計也搞不清楚當了幾次 反正那些東西他根本沒有清楚 他後來要畢業的時候 他覺得 他頂著交大的光盤 這個光盤給他的東西 比起他真正的實力 實在是 差別太大 他可以頂著交大的光盤 去找任何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家都會覺得你是個優秀的學生 不管他的成績到底被告你不知有多爛 他覺得 這不是要他要的認真 這不是他應該 過的方式 他想要自己的認真 所以 他在延避的那一年做了一件事 做了什麼事 開始 寫小說 拼命寫 一年出十二本小說 創建 全台灣大大沒有人 像他 一樣 可以一年出十二本小說的 他在那一年 真的出了十二本小說 從此 他就變成 各位 現在所知道的九寶刀 他成名了 OK 我舉他的例子 我非常欣賞他 但是呢 很意外的 我 之所以認識九寶刀 竟然是從 李家宏這件事情開始 因為 九寶刀 也有 回應了李家宏 同樣 回應我的文章裡面 也大部分呢 都 會 李家宏講一些話 然後 同時 他們也 引用了 九寶刀 那一篇 新世代一定要更厲害 所以不小心 如果以超連結的距離來看 把我們兩個放在同一個網頁的距離裡面 我們在網路的空間上面碰到 我從來不認識九寶刀 上次他在我們學校也講的詞文 我也沒有去看 有去聽 現在學生會 等 我們的系學會的會長 和學生會的會長 常常來找我 昨天 還跟我們一直聊到七點 因為 因為 我原本要愛一個活動 請李家宏先生看 就把他當一起來 進不下去跟我們對談 但是目前看起來 你家宏先生不太願意 在對談的時候 別人存在 OK 但是到底 不願意到什麼程度 可以對談到什麼程度 願不願意來 我還需要進一步詢問 我必須要追蹤他的意見 所以這場 活動半不半成 我還不知道 但是我本來以為辦不成 因為他的語氣而已 我覺得辦不成 後來 Facebook 我覺得很神奇的地方 我有一個朋友 張維翰 他提起我 說 說 你勃勃勃勃勃勃 應該不是這樣 我覺得 他只是說 不希望有與談人存在 那到底他 希望可以有記者 可以有物理呢 可以有學生呢 可以有老師呢 可以我跟他對談 他都沒講 他只講說 偶爾 會因為 反對與談人的意見 所以 不希望跟與談人存在 我們往往對一個語言 過度解決 最後呢 其實我們用 自己的想法 再套 對方的 想法 兩個混在一起 交叉不齊 這時候我應該怎麼辦 張維翰昨天PO完之後 我 終於想清楚 我應該回信 真的像張維翰說 應該要問他 問他說 那 可不可以 來我們學校 進行會談 還是 要用演講的形式呢 可不可以 回去把它參與呢 還是 你覺得 回去把它參與不好呢 可不可以有記者來採訪呢 來錄影呢 可不可以我們自己自己錄影 然後放到Youtube上來 全部都是位置的 他只給我短短的一句話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解讀 我們 他給那個短短的一句話 我就一直解讀到 這我多說 這些通通都不行 語言的力量是不是很神奇 OK 所以 我最近非常喜歡 Facebook 而且語言的力量很容易不解 我本來 剛剛上課的時候 一開始我就一直要跟各位講這個故事 但是 講到最後到現在還沒講 現在我又想起來了 再講一下 我是從台大 施工期的 303實驗室出來 我的老師是相見 他現在的 通常在做 數位點查 之類的 國家型計畫 東西 他以前是 學 數學 他做的 東西主要是 物靈環 這種 數學 代數國際 推論系統 但是他現在不做 護理館 不做護理理館 那 他現在比較熱中的是 做 數位點查 跟圖書館一般的 他曾經當過 台大館付款館長 那 他在館長任內 他還曾經 去跟 Alcelia 這一家公司 進行談判 怎麼談判呢 因為全國的 讀書館界 通推他出來 去跟Alcelia 進行談判 談判什麼呢 如果有看過我文章的同學 或有聽過我講 有關於 篤尊樂文那件事的同學 應該會知道 我們的期刊 收很多的錢 對不對 期刊因為樂文 收很多的錢 那我們每年 教育部和大學 都要講一大堆的錢 給 Alcelia 增加公司 因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 期刊公司 他旗下有好幾千種的期刊 有沒有上萬種 不確定 那 這家公司 整個 公司是一個出版集團 期刊是他裡面 最大的一部分 那這家公司呢 我們每年 金門大學要交八十幾萬的 資料部 授權費 給他們 對不對 那 那 就我所知 台大 交的數量應該是 一千多萬 我確定 那全國呢 以這樣算起來 全國現在有 一百 六十幾所大學 每個大學 如果都交給一億給他 口歸一億 一千萬 一千萬 如果每個大學都交一千萬 一百六十八所大學要加多少錢 十所大學就一億 一百所大學就 十億 OK所以台灣到底每年交多少錢給他有什麼利益 其實 我沒有辦法完全的估計 但是我估計 至少超過兩億 或許有到五億支付 所以 我也覺得算得利益 那 大家發現說 自己寫的論文 最後自己要讀的時候呢 還要花錢去 去搜尋 來讀 這不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把商業權轉移給他了 所以 我的老師 其實他在我 唸博士的時候 他就曾經提到這件事情 或許這件事情也是因此而啟發了我 後來寫這些文章的連印 而且我一直覺得 這件事情對我的困擾越來越大 他一直綁住 我不要人家決定我的人生 不要去寫弱 可不可以了 我希望 學術界的 學術先進 能夠尊重我們這些親民學者 的意見 但是我們在 這一個 環境底下 應該是不理 而且 通常是 最卑微的那群 他們沒有能力 所以 我選擇了一個 比較積極的策略 我直接挑戰 資訊學術界裡面 最大的大 開山子組 就是李嘉宏先生 我利用挑戰他的方式 把這個議題引爆 因為 他是我們資訊領域的開山子組 一旦挑戰他 我相信 這個議題 被引爆的機會 會比 我平忽直訴的 寫那種 好像 絞樓坡的文章 會有更多的 看到這件事 我運用了某些影響 網路和媒體的策略性技巧 我發現 我做的事情 簡直就跟電視台沒什麼一樣 但是 我發現電視台之所以會那樣做 是有道理的 我今天 正在校長的行動 但是我一直 刻意的去保持我的原性 不要 不要變成情緒化的 爭論 但是我還是 必須要把這個問題挑起來 因為 我知道我對視 還是我裡面對的 為什麼我後來還會邀請一下 我剛剛這邊也講 甚至跟他通信到現在 我覺得我們兩個有可能 從此變成拉吉 各位講 一個七十幾歲的 伯伯跟一個四十幾歲的中年人 因為這件事情 從此變成拉吉 你們覺得 有沒有可能 就我跟他通信的結果 我覺得他非常尊重 雖然在第四通信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點不尊重 但是我後來覺得 這應該是個誤會 因為他的信都太簡短 那些簡短的影響會讓 產生太多 各式各樣的情形怪怪解脫 所以我才會回他那麼激烈的 再另外一封的文件 OK 那 你從這一件事情 會看到 什麼叫做 資源運用 我正在運用 所能運用的所有資源 進行一場 不管你認為到底是戰爭的 還是到底是革命 或者是某種政治理論 都對 都不否認 那我剛剛一直要講年輕事情 就差太話題了 又講到幾天了 回到我們台大303 資工器實驗室 那我的老師向捷的實驗室 我最近一直把我 在網路民族群PO的東西 同時也PO給 我們的金門大學學習 舞蹈社團 對 學習舞蹈社團 OK 我同時也PO給 NPU類的303 也就是台大303實驗室 我同時也PO給我在交大 教導智科八一級的同學會來 所以我每次一個文章 如果覺得那個文章比較重要的時候 就同時PO給這麼多單位 然後這裡會繞回來 我們剛剛為什麼要講七友論 你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Facebook的社團 你沒有辦法把某個人從社團裡面切割出來 你沒有辦法我寄給所有社團的人 卻不寄給他 所以當我這樣PO的時候呢 303實驗室就有人覺得 我這樣PO已經 已經對他們構成 騷擾 他們覺得我這樣PO有點太過分了 他們只是一群研究生而已 他們不想要介入我們學術界的紛爭 這是我跟李家床之間的紛爭 我跟論文型學者之間的紛爭 他們只是一群研究生 只是一群不怕他的研究生 他們不想要介入這樣的紛爭裡面 第二個 他們不想要 有些人不欣賞 我用那麼激烈的武器 去攻擊李家床先生 所以他們裡面有些人不太高興 但是呢各位知道Facebook上面的訊息通常都不短 結果有一個應該是助理吧 他就PO了一個訊息說 如果你可以不要在我們這邊在PO這些訊息的話 我們會覺得比較好 祝你好遠 大概是這樣 我們會剛把我們精確的講述他那句話 那這句話就讓我覺得 我那天看到這句話我覺得非常非常反應 非常讓你激動 各位知道我為什麼要很激動 我的反應我覺得 我非常的難過 各位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很難過 你知道對於一個曾經念過研究所或示範 曾經在一個地方哀過七年以上的人而言 而且現在正在學術界 以一個非常卑微的小小助理教授的身份去挑戰這個領域的最大大量的時候 我承受到多少的壓力 當我承受到這些壓力的時候我需要書籍 第一個 第一個 我曾受到的壓力 來自於我的家人 我的老公 他希望我能夠平安的跟著他 活到八十歲 快快樂 但是我今天做的這件事情 已經向他選擇已經向他選擇了 我沒有辦法如你所說的那樣 因為我有心疼的 不要為了很重要的目標要去完成 我可以答應你好好照顧我的身體 但是我沒有辦法答應你我不要去做那件事情 這一個不諒解 讓我有一天在家裡大哭 在我兩個兒子和一個 朋友的女兒面前 還有我的老婆面前 在吃飯玩的時候 大哭了 我的兒子說 你 爸爸居然 也會哭耶 我大哭的不之所以 我大哭的 我老婆過來抱著他 我 我趴在他懷疑大哭 但是 我跟他媽講 爸爸也是人啊 爸爸當然不會哭啊 OK OK 那 我的老婆 他開始 從我大哭之後開始知道說 這件事情對我也不重要 我跟他講 在全世界的人 都以我為敵的時候 只要你 只要你 我只希望你 不要以我為敵 不要給我壓力 不要給我壓力 可以支持我 可以支持我 可以讓我繼續走下去 他一開始不了解 他一開始不了解 因為打亂了他整個 生命的規劃 我 我對他很快強 但是 我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因為這是我人生當中 我覺得 目前 最終的一件事 所以我決定繼續走下去 雖然大哭也在 那 那 這件事情 我也把它投在 海大哭公 海大哭公 303的 訊息板裡面 我也把它投在 網路民主權上面 訊息板 唯一裡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 因為我總是不知道 在sbook上面 會看到的人 實在是 太多的可能 不看到的 也有太多的可能 我總是不知道 OK 那所以 當這件事情 我大哭完之後 我那時候 腦袋一直回想起 一首歌 有人看到你 我晚上整天 腦袋就回想起那首歌 李宗盛 做詞作曲 造成促唱 我是一隻小小女 為什麼 因為他的歌詞 跟我當時的心境 實在是太match 各位知道match這個字怎麼來的 這是英文的match 為什麼我會說 它是我的match 英文的match轉到日文 之後變成match 直接被 台灣人哪有 所以當時的心境 我覺得我根本就是一直被困在 被捆綁被困在 一個很小世界裡面的 我飛不出去 所以我才會有這種反應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對 剛剛我所講的 台大磁工303實驗室的 那一個訊息 就非常在意 各位知道我在意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 請你不要在這邊 再PO這些訊息 那我處理行業 各位知道我在意的原因是什麼 在意的原因跟我在家裡大庫的原因 是一模一樣 各位知道為什麼 因為 台大磁工3030驗室是我唸 唸博士的地方 它是我在學術界的人生家庭 如果你學術界算是一個世界的話 它就是我的家 它是我學術生命的起點 它是我學術生命的起點 今天 有人 PO了這樣的訊息 讓我覺得富裕不來 就好像 我覺得為了 父母要支持我一樣 同樣的感受 在兩個不同的 不同的 單位底下 同樣的感受 同時 在我的腦海裡面 掙扎 掙扎 江湛 跳不住 所以 我的反應就是 寫了一大堆 把小小女 把 大陸的事情 把 我對 對 對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去解讀 然後最後 我甚至寫了一封網路信 貼到一邊去 這封網路信就叫做 沈舊城 給 YAM303 的一公信 現在這封網路信 變了越長 變了越長 因為我的情緒還能完全消極 那是我的學術 各位可能沒有辦法體會 那是我的 學術 領域的家 各位今天未来出去之后 金门大学职工系 我希望他也是你们在学校里的家 如果你的同学们在外面碰到了挫折 在课词部门上面跟你住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不要去拒绝他 甚至不要去拒绝他 上一代的人总是看不懂Facebook里面那些 气奇怪怪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一开始也看不懂 现在我全懂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你能不能从Facebook里面看到人家的情绪 你能不能从Facebook里面看到他们的增长 你能不能从Facebook里面看到他们传递的讯息 你能不能从Facebook里面看到他们的爱恨交织 如果你看不到我建议你多看看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里面有小小的爱的荣耀 正在点满 里面有小小的战争 正在进行 这些是我从Facebook里面都可以看到的 甚至里面有我自己的小小革命 甚至里面有我自己的小小革命 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 让他可以有一些现场过 正是Facebook里面 上一代的人永远都不懂 如果他不进来玩Facebook 永远都不懂 九宝道就提到了这件事情 他就说 李佳童所认识的Facebook 是他查Google 做Google搜寻所得到的结果 是他从各式各样的报章消息里面所听到 所看到的结果 他从来没有亲身去体验怎么样用Facebook 他从来没有真正进去玩Facebook 进去看Facebook里面那些爱恨交织的讯息 他永远都读不懂Facebook里面到底人家在讲什么 因为使用者界面 是这个世代最大的差异 使用者界面 对老人 又是有歧视 因为他们就是学不会的 他们就是很难学会 使用者界面 基本上是年轻世代的专利 这些年轻世代的人 几乎不用学 就会的那些 拿你搞定的使用者界面 我一直到最近 我才知道Shoot and Enter 可以在Facebook里面换 那 我们这一代 跟各位这个世代 都已经有一些差异 我一直到最近才知道 社团 跟粉丝团 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一直到最近才知道 原来 Facebook里面 的那些功能 甚至像办活动 这个活动有什么用的 你非得要自己去办个活动 才知道那个活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直以为有没有 也还要写一写的 就只是开听话 就这样 拍一下 所以 所以 这个消息就没有 Facebook里面 是要来一个 一个世代差异 这个世代差异 在各位和我身上 就已经存在了 一些的差异 但是 在我和你叫王杰真 这个抗开代的人的身上 反映了一个巨大的鸿钩 这个鸿钩 我觉得 目前看不到任何 可以消异的一天 老师妹妹发现我跟你一样 你跟我一样 对对对 我也是不太会用的 你说你不太会用的 是不可能 对啊 OK 了解 所以 你的时间换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不对 这很正常 那我们有很多同学 像昨天学生会长来找我 我很惊讶的发现 学生会长居然不用Facebook 那我怎么样 那 我 会跟他讲 我会跟他建议 你一定要进来 我们往路民主军看看 不然你永远 搞不清楚 我们到底在玩什么 你听我讲这么多晚 路民主军的事情 我昨天从大概四点多日之间 跟他讲到七点 我跟你讲的再多 你也体会不到 你一定要进来玩玩看 才会知道 不知道 因为 使用者见面 对于那些不使用者而言 没有用 好 没有用 一旦 你进去使用 你就会开始看到 他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 我开的课很多奇奇怪怪的 全球层次资源应用 到底在应用什么 到最后一定要教你写层次吗 其实不是 Facebook就是一个 很好的层次资源应用 Facebook里面也可能写层次 各位知道吗 不然 想小战争 和开心同场那些是怎么写出来的 不然 它附个APR 所以 它已经是一个 国际性的大型平坦 而且全球性 全球化的成果非常非常高 这次的茉莉战争 游戏主要的 几乎大家都只用Facebook开始打 Facebook 可以当作战争的武器 这些玩意的 如果您仔细探索他 你会发现 他的力量 不在于 他的保护平坦 特别强 设计特别的好 他的力量 在于他可以把 这些人 很容易的 透过 朋友的关系 全部连结在一起 不知道里面 这是Cosebook的力量 好 好 那个 稍微温掉 好了 好 好 好